我觉得两岸网络文学的交流 它首先固然有主动的 包括今天这样的活动 其实早就有客观的 自然存在的 甚至是被动的这种交流了 因为网络是没有边界的 我们两岸的网络文学 其实早就在互联网的平台上 早就交融在一起 因为我也认识一些台湾籍的网络作家 然后我上一次 就是这个两岸青年网络文学的活动 我还去了台湾 跟当地的这些青年作人去交流 现场提问的时候 我回答问题的时候 有一个姑娘站起来 台湾的姑娘站起来 她说我在大陆的 近江文学城上写作 我当时就很有亲戚感 我的现场感受是 我仿佛还在大陆 大陆现场有一个青年作者 站起来之后 就是我们很熟的一个 大陆的网络文学网站的 一个签约作者 所以我感受到就是 我们网络文学无边界 我们两岸的网络文学的交流早就开始了 首先你要热爱文学 你要读很多书 而且这个读很多书 不是局限于你说你要读个网络小说 比如读个广平朝的网络小说 不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有些时候 有一句话叫 如果欲学师 功夫在师外 你中外的古今的这些文学经典 你多读一读 自己有点文学素养 因为我自己是个写作者 我深深的知道 写作是一个消耗的事情 所以你一开始一定要后继 然后再薄发 然后你如果要开始的话 我建议就更可行的 更可执行的就是 你喜欢哪一种类型 比如我以我最熟悉的举例子 我是写仙侠的嘛 你比如有个台湾的青年 想写仙侠小说 那你起码管明朝的仙侠 你要看一看 某种程度 我们在这个圈子里 还是一个经典 包括那个萧鼎先生的 萧鼎老师的 我很熟悉的 萧鼎兄的 朱仙这一类的 你是不是要看一看 就看一看 朱玉在前的那些作品 或者我要不要向他学习 第三我觉得就是 一定要始终牢记 以读者为中心 真正以读者为中心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仿佛觉得 哎呀 我写的那个东西 读者肯定爱看 你其实是在假装读者爱看 你有没有真正想一想 读者对你写的东西 感不感兴趣 这个其实贯穿一个 整个一个网络区 创作生命的始终的 我现在还在使劲的 在跟上读者喜好的潮流 这是我对台湾有志于 网络区创作的青年 讲的三个 我的心得吧 建议吧